房子一定是越大越好吧 房子越大运势越旺吗 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完 会颠覆你的认知 记得按赞关注老师 前段时间呢 一个80的男员主找到老师 说老师啊 我的家人自从搬进了大房子 身体总出问题 老婆一宿一宿睡不好 还经常噩梦不断 性格也变得敏感古怪 两个孩子也经常感冒生病 胆子越来越小 总是害怕 希望我帮他看一下 是不是房子的风水有什么问题 看过以后 我建议他换个稍微紧凑 小一点的房子去住 我们讲富不住大屋 屋大人心 会损耗人身上的气 而气是维持人身上的根本 气散则人亡 住进去自然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让人不舒服 他也很听我的话 换掉了220瓶的大瓶层 住进了100瓶的小三居 这不刚住过去没几天 家人身体就好转了 并且心情精神都很愉悦 而且感觉房子很温馨 所以人这一辈子啊 最重要的不是房子大小 钱多钱少 而是一家人健健康康 生活在一起 那住什么样的房子更好 可以藏风大气呢 后台资讯老师 我为你一对一排盘解析